上海队的首发阵人为 主攻杨杰 郑慧 四公秦苏宇 胡宁苑 二传变宇县 金若墨飞 四楼人王楼依 江苏队的首发阵人为 主攻许若亚 武汉 四公王陈苑 张欣义 二传叼宇宇 金若公小宇 四楼人方谢宪和你非凡 首局上海队发挥出色 进攻平平左手 以十四 九 十八 十二隐先 江苏队失业不断 上海队以二十分 十四拉开敌分 并以二十五 十五先胜一局 第二局江苏队 要使六郎替换银行 他们重整起骨 以十 七隐先 上海队连续反击得分 以十五 十分反超 江苏队握住正脚 往往和反击不断得分 以二十二 二十领先 上海队弯强的组成二十三平 龚翔宇强攻得手 银行撒球得分 江苏队以二十五 二十三选胜 第三局江苏队以十一 四领先 上海队弯弯动 总快就组成十三 十四 此后双方比资交替上升 战成十六平 上海队连续得分 以二十二 十九反超 江苏队连得三分 组成二十二平 江苏队拦住正脚的进攻 以二十五 二十三在胜利局 第四局上海队打出气势 以十二 九 十七 十二领先 此后江苏队连续得分 以二十三 十七领先 并以二十五 十九许胜 战胜与上海队弯权阵剧来上场主动 以三 雲 十 三领先 江苏队进攻防御 上海队以十三 五领先 并以十五 越取胜莫菲得到全场最高的二十七分 江苏队得到二十一分